李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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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Jeremy Hello 剛剛完成了一連四場表演 今天有這麼早出席活動 昨天睡了幾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但也夠的 都精神的,因為今天只要見粉絲 和出席活動都不可以讓自己不精神 會否有草漢水晶呢? 其實之前也和品牌合作過幾次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有一些材料會用 所以自己也很喜歡一些水晶類型的飾物 有沒有叫品牌幫你安排一些組合 給你之後演唱會用? 之前有試過在第一支MV的時候 其實品牌有贊助過我去拍MV 所以那時候也有用一些飾物 希望之後也有機會可以在演唱會的時候用到 你中情點什麼款式?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喜歡戒指 或者是頸鏈 這些是容易一些很銳利的東西 還有簡單 那Jerry先生有沒有選一份? 等一下就選一份給他 你覺得你適合什麼款式? 我覺得他也適合戒指 其實大家都會戴戒指做一個很簡單的搭配 因為日常來說 他選得來好像有些東西看 所以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選戒指給他 他喜歡儲標 會不會賣你標 他喜歡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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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儲下次賣車給他 賣車的模型仔 不是 你們昨天有沒有幫他慶祝? 有啊 我們昨天有 經理人很好 然後又買個蛋糕 然後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生日了 生日快樂園 多謝 簡而正 不會再整身慶祝一條 又不是不會的 我們都會約他出來吃飯 看看他什麼時候有空 會不會要坐他的車 會不會要坐他的車 送個生日禮物給他 送個生日禮物就是我想坐他的車 每個人都試一下他的車 會的 看看他什麼時候載我 還有大家都不 你夠膽的 你夠膽坐他 我夠膽 因為阿Lo坐過 最小膽的阿Lo都已經坐過 他坐都沒有什麼危險都應該OK 他是覺得暈 可能是練習好車技 可能經過這幾天之後 他有車技好一點就好一點 你對Edan的信心有多少呢 我對Edan的信心比阿Jer 你為什麼呢 不知道 我覺得Edan 好像在開車方面 好像比較泡泡一點 就是他在這方面 因為他經常都很有自信地說自己 是OK的 就是 講到自己 他說是 第一課就已經可以出街 去開一下試一下玩一下 通常我記得我以前學車的時候 其實第一課還是一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教學地區走 誰知道他自己第一課已經出去了 哇 那也挺厲害的 夠膽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自己開車 我都不是很夠膽的 你現在會不會延燒 你想用車牌 我不會 繼續雪藏他就可以了 我遲雪藏牌就可以了 為什麼自己不開 我怕開車 我覺得 我自己 開過70 我就會開始覺得太快了 但是我坐的時候 又不覺得 所以就覺得 算了 我也是 我現在有11個司機 已經可以的 如果他們全部都有車牌的話 什麼 就是當時學完之後都沒有開過 沒有 啊 當時學完之後有的 但是開得很短時間 然後就沒有開了 是的 發言不適合 是的 真的有些事情 真的不要硬來 所以在日本是大表哥衝動的 當然 我特意連牌都不換 我說不要浪費時間 我不會爭的 是的 很放心 就是原來這條路 是Block了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要是 特意是 繞多一個小時的路 去回原本的目的地 但是那個目的地 其實如果不Block的話 可能十幾分鐘就去到的了 有什麼尷尬 有什麼尷尬 其實 他的身材差不多看過 除了底褲之下那些沒有看過之外 所以 穿著底褲就不行了 這麼尷尬 我又不會真的這樣給他看 他也傻的 日本不行的 日本要拿這麼 我可以拿布遮住的 是的 是的 那你問一下 他的意思是你不夠大隻 你會怕比較 那我就純粹欣賞一下他 OK他也想我說這一句 對 你還有沒有給他操作嗎 我也有保持著去他的 Ginrundo操作 但是沒有吐 因為上次真的是第一次試那個 單車 那個單車是高估了自己 所以一上去之後 其實是一分鐘 踩一分鐘 勁快速 然後就吐了 就吐了兩次了 我真的第一次做健身 吐了 真的 你這輛單車都不敢再開 是的 單車都不開了 哈哈 即是他是spin 我又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個術語叫什麼 但是他真的很快 你要手腳一起動 那些 很難 很難 是啊 我以前聽過日本的的士很貴 我也有去過搭的士 但是也是很短程 我就覺得OK 因為剛好Yen又跌了 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不是很貴 誰知道他去機場 哇 這麼貴的 嚇到我 幾千元 有沒有幾千元 一千多元 港幣一千多元 在香港 兜整個圈都可以 應該 是的 那一刻有點難受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如果不是 趕不及飛機 趕不及飛機還虧得更多 對 你說我們那個VLOG 對 現在開始正在展 希望快點 希望12月 希望聖誕之前 作為一個聖誕禮物給大家 你站在路上有什麼爆點 然後就找村子 沒有什麼爆點 我們的爆點就是 塞了 塞車 哈哈 會買到一袋二袋 趁你怕那麼便宜 這次又沒有 這次我們都 其實 我們都走了兩天街 但是又沒有什麼賣東西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排著MIRROR的項目了 其實我們都不停地排練 雖然我們都現在做 各自都有 少少工作要做 但是其實我們都一路都 蜜蜜蜜蜘蜘蜘蜘 去做一些合作的事情 所以你的SOLO歌 暫時都沒有明顯 是新的SOLO歌 新的SOLO歌其實是 就出的了 大家期待一下 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 是的 12月 今年的最後一首歌 本來是告訴大家 其實今年是沒有歌的 現在就不騙了 就直接告訴大家 今年會 12月會再出多一首歌 可能是 曲風 又是大家第一次聽 我唱的曲風 MV拍了 前一陣子 靜雞雞去台灣拍MV 中前台灣 又去台灣拍嗎 是的 因為台灣天氣好 然後景景又很美 所以很容易去找到一些 今次我覺得是需要一些很美的景 去襯台這個MV 所以就特地找了台灣的導演去拍 有沒有女主角 女主角是 像有又不像有的感覺 女主角可能是所有觀眾 都不說不定 好 好 可以 好 OK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